大家好,我是欣领月Johnson 今天是2020年4月28日 今天希望转一转话题和大家谈谈一个国际形势 题目是《中国对世界国际政治格局酝酿巨变,澳门如何了?》 在场内的朋友或者只是看某一方面资讯的人 他们可能会觉得中国已经取得了新冠肺炎的抗疫胜利 而且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抗疫标杆 而中国也担起了国际大国的应有耳目 大量的口罩、测试剂等医疗物资支援到各国 展示了大国的风范 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角色 获得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特别是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高度赞扬和信赖 中国人民,特别是湖北和武汉人民 为今次抗疫付出巨大的代价 牺牲了相当多 为全世界赢得了抗疫的宝贵时间 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个多者 城外国人除了接收到上述的讯息之外 他们也收到不同的资讯 中国现在开展了一波大外宣 试图改变疫情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影响 而开展大外宣的同时 也引发了一波野狼式的外交 处处碰壁 例如继中国和美国就病毒源头 展开了外交口水战之后 我们会看到英国、法国、德国 他们都开始质疑中国 而且在很多不同的国家 也有政要、议员或民间团体 他们对中国提出了质疑 他们就是质疑 中国在疫症爆发初期 刻意隐瞒疫情、淡化疫情 同时相当不满 世界卫生组织偏袒中国 令到全世界防疫措施延误了 和轻视了疫情 而令到今时今日全球大爆发 一发不可收拾 除了战狼外交之外 中央也开展了一波口罩外交 因为中国是第一个从疫情走出来的国家 而且他们是世界医疗物品生产的中心 所以他们推出了很多医疗物资 包括口罩、防护医、快速测试剂 或者呼吸机等等 去支援其他国家 有买、亦有送 与此同时,虽然你送 但其实都骂出了不同的国家里 都纷纷的投诉 其实他们收到一些物资 买回来的物资 有些出现了比较大的质量问题 中国制造 其实也没有因为今次疫情而加分 相反也减了分 当然外交部就这些质疑 也有所回应 例如他们会说 那些测试剂 因为你们没有按照说明书来做 或者使用方法不对 或者中国那间厂商的资质有问题 又或者等等不同的原因 大家可以提出相关的新闻 在这段日子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消息会出到来 中国的外交官员向不同的国家 就希望他们收了这些物资之后 是要发出一些赞扬中国 或者对中国一些正面评价的新闻 例如路透社取得了一份 德国内政部的一封信件 透露有中国外交官 曾经接触过德国政府的官员 例如中国向欧盟施压 希望他们在相关报告里面更改一些字眼 是要写一些对中国有利的东西 不过欧盟事后就否认了 另外欧盟也是有些重量级的人物 其实在报章里面赞文 希望欧盟或者世界警惕 中国的慷慨外交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战狼式的外交近这两三个礼拜 其实是揭起了不同的外交风波 好似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官网 刊登了一篇反污名化的文章 你反污名化的时候 反而污名化了法国 法国外了也召见了中国驻法大使 以示抗议 另外网上也流传了一篇 很多人吹捧的文章 叫做哈萨克斯坦为何渴望回归中国 结果就是哈萨克斯坦的政府 召见了中国驻哈大使表达不满 当然比较juicy的就是中泰网民的浩水大战 另外我们会看到一向比较中立的北欧 瑞典 其实会看到他们的第二大城市 哥德堡也宣布结束和上海市 34年一个友好城市的关系 除了哥德堡之外 瑞典也有不同的城市 相继和广州、西安、西南、武汉 结束了友好城市的关系 与此同时 瑞典全数关闭了四间控制学院 除了这些个别国家的问题之外 我们会看到 欧洲和美国的政府 也有很多人在担心 也提出了移民 到底他们是否过度依赖中国呢? 我们会看到 美国和日本政府已经很高调地提出 他们会资助一些 将生产线搬回去 国内或其他地方的企业提供资助 当然反应未必即时会见到 而更加严重的是 除了美国某一些州份之外 我们现在会看到 英国、澳洲、印度、意大利、日利亚、埃及等 香港的国家政府和民间团体已经要求 中国要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负上责任 揭起了一个索尚潮 有香港的传媒粗略去统计过的 这个索尚的总金额 折合了港元大概是775亿 即是相等于7年中国的GDP 所以有很多人是以120年前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逼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庚子赔款 双提并论 认为今次的索尚潮 就是庚子赔款的2.0 面对以上的指控或者一些索尚 其实中央的态度 或者一些中国人的态度 内地同胞的态度 当然是强烈谴责强烈反对 认为这些是政治抹黑 政治操作 美国等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 是美国等国家自己控制疫情不力 那些政治人物将自己的政治责任 脱窝给中国 和嫁祸给中国 试图为自己脱嘴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以上无论你听到好的讯息 坏的讯息也好 它都是客观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如果选择只是听一边的意见 不听一边的意见的话 你就肯定是偏颇 信不信是你的事 我这里也没有可能要求 你要信哪样 要求你要信哪样 但是我以上所说的 就是一些现在 在国际舆论里面 那个大环境如何 在内地或者在场内的人 他们的看法如何 信不信就由你 我希望大家就是要 看多些讯息 不要只是看单方面 要全面去看 自己做一个理性的分析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就是国际形势 已经是越来越紧张 寻用着一波巨变 有很多国家陆陆续续向中国问责 而且我们会隐约见到 一股围堵中国的趋势 已经逐渐形成当中 中央除了透过外交部发言人 进行一些反驳 以及一些澄清之外 近年大家会看到 也有些超前的部署 态度越来越硬 这里也举几个例子 4月18日 国务院宣布 在海南省三沙市 在西沙群岛上 设置了西沙区 在南沙群岛上 设置了南沙区 西沙区人民政府 住在永兴岛 南沙区人民政府 住在永树礁 这个举动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 特别在南海的国家 也有抗议 另外4月13日 中国第一手航母 辽宁艦 穿过台湾海峡 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特别是美国的关注 另外 澳洲大使在澳洲金融评论部 的头版专访里面 也被谴责澳洲总理 他发起了 就新冠肺炎起源 和全部进行独立调查 大使认为 他这个调查 或者这个举动 出于政治动机 会削弱对抗疫情的努力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他警告 中国人民可能会因此 不买澳洲的产品 不去澳洲的大学升学 澳洲的外长 也立即告诫了中方 不要试图用经济脅迫 这些举动 也触动了西方世界的神经 以下我会就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 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一个赔偿的问题 客观来说 如果一个国家想告另一个国家 或者一些民间的团体想告一个主权国家 甚至是美国一个州想告 中国政府什么什么都好 无论在法理上 或者在这个制度上 也是相当困难 而且成功的机会 绝对是很低的 就算你真是告得到有法庭肯审也好 中央是不会去参与 也都不会去承认它的结果 尽管这些索偿行动就很难成功 但是会形成一股很强大的国际政治压力 而这股压力对中国来说是有一定影响的 大的不讲,讲小的 就是以后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还会不会出席一些国际的峰会 或者G20这些国际性的会议呢? 因为如果一出到去的话 一定其他国家会怎样看? 或者领导人和领导人之间 他们的交谈会不会牵涉到这些问题呢? 想大一点,其实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拥有14亿的人口 如果全世界要进行一个围堵 或者进行一些冷战的话 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这个就是一个核弹级的政治事件 现在来说,因为欧洲和美国 数据上疫情似乎有少少缓和 或者从高峰开始跌下来 但是依然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以上所说的争议 依然是未去到一个白热化的程度 因为各国的政府依然是用了很大的精力 在控制疫情方面 但是疫情终有一天是会完结的 欧美各国就会开始有时间去想 到底疫后他们的国际政治走势如何呢? 到底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如何呢? 所以说,世界政治经济 总会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各国之间的关系 会有一个新的组合 或者新的地缘政治形势 也当然,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和世界为敌 美国不行 中国不行 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这件事 所以现在,可以说 国际政治大家都在玩火 现在另一个很热门 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就是 到底我们现在世界已经处于第二波的冷战之中呢? 而这个冷战会不会慢慢演变成为热战? 坦白来说,热战的机会 确是比之前要高 就是比一个星期之前要高 但是整体来说 热战的机会 依然是处于很低的水平 很难有一个热战打的 因为热战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而美国过去 或者在这十多二十年所打的仗 都是一种大角对一个很小的国家 它是有十足赢的把握的 但是现阶段来说 如果真的要热战的话 它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有十四亿人的国家 而且它的经济实力 它的军事实力 也是有相当的 所以其实中国来说 更加不希望它打这一场仗 因为大家知道 打热战的话 那个成本是很大的 两个国家或者全世界都承受不起 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热战 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就是 会有一些局部的去中国化 在疫口可能真的会有不同的企业 在中国里面撤出 都不出奇的 但是这个过程 不会在短时间之内 就会形成了一个风潮 或者短时间之内 就会有一个很大规模 因为产业撤出也都需要一些时间的 中间亦都会有一些周旋是有些变化的 当然了 现阶段都是根据手头上的资料 做一些很基本的评估 如果看回历史的话 是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正如二战之前 德国和美国和英国和欧洲的关系 亦都是有物不可分的 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大家都没有想着 会和德国会有一战的 结果二次大战就是这样发生了 所以中观来说 其实现在国际形势是相当空险 希望各方都要用一些理智去思考问题 为了现阶段要打一场热战 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因为大家一想起 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 就不是一些常规战 就可能是一些核战 而核战就是一个人类灭亡战 除了呼吁各国必须要理性去看问题 以人类整体福祉为依归之外 不得不说的就是 战狼式的外交必须要调整 现在就乱了张法 加上国内那班小粉红在推波助澜 两者加起来就在帮盗忙 已经有很多前中国的外交官出面 名里暗里速叫停 因为你越是硬 越是这样做了一些举动的话 在西方国家的观感就越差 你越是做得这样的话 对方的反弹就越大 会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亦都要不得不说的就是 跟中央也好 跟所有中国人去说的就是 既然中央或者我们都支持全球化 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 亦都是对人类最好的东西的话 我们必须要认识得到 全球化不限于经济 全球化还有包括了国际政治 文化等等的层面 我们如果要拥抱全球化的话 不单止只是经济 还要是一个 拥抱世界整体的普世价值等等的东西 如果只是局限于经济的话 这个明面就一定会处处碰壁 参加全球化这个游戏 必须要接受全球化这种游戏规则 我们想东西或者所有的行动都好 不单止是要思考自己 亦都要思考人家对你这种举动 对你这种政策会有什么反应 这个才有真真正正的全球化 我们不可以只是自吹自擂 或者是自说自话 全世界都要跟自己的标准去做的话 这个是不可能达至一个比较好的全球化 现在一段全球化已经有不同的声音质疑 现在那种全球化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全球化 会有一些国家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可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去看 以上的全球化准则是适用于每一个国家身上的 具体的例子 例如中国驻澳洲大使说这番说话 在澳洲人或全世界的人来说 他们会觉得这些是一种经济脅迫 当一个国家被经济脅迫的话 肯定是不会屈服 澳门是全球化的其中一部分 肯定不能独善其身 我们会见到的情况就是 当外界对中国的压力越大 中国中央会作出的反应就是越收越紧 其中大家会看到的就是内地已经越收越紧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香港 大家可能从近来的社会事件 我们也看到至乎香港的政治氛围 或者整体社会氛围真的越收越紧 越来越不和谐 特别是中央和香港的关系 澳门长期来说都不是一个政治化的城市 澳门和中央的关系相较香港也好很多 但是香港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都知道那个风很快会吹到澳门 我之前也写过很多文章 其实大家都感觉到澳门的政治氛围 社会氛围其实近这几年也都是越趋越紧 可以从相关的立法里面可以看得到 这种趋势绝不可取 澳门开埠以来都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尽管近这百多年可能香港的角色比澳门更加重要 但是怎样说都好澳门和香港就是中国 这几十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对外窗口 而澳门和香港这个窗口必须要任何时候 无论是怎样都好都必须要尽量去打开 如果大家看回历史 大家会知道 由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开始 他们已经是怎样去为港澳定位 就是一个长期利用 无论国家在最危险的时候 最困难的时候 最被国际所孤立也好 围堵也好 澳门和香港这个窗口 亦都发挥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但是这个窗口必须要长期打开 无论在过去、现在、将来 国家处于什么时段、什么阶段都好 这个窗口都必须要打开 都必须要有一个国际化 令到全世界都接受澳门 这个真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这个窗口要尽量打开 这样才是对澳门、对国家 甚至对香港是一个最好的 越收越紧 这个肯定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 另外大家不要忘记的一件事就是 澳门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时今日 一定是靠个博彩 而澳门博彩 大家知道有不同的资金 我们有美国的资金 有澳洲的资金等等 有香港的资金 正正为何会有这些资金 因为澳门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才可以吸引到一些国际的资金 如果澳门不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澳门就没有可能会吸引到这些国际资金 没有这些国际资金 澳门会怎样呢 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那个结果会怎样呢 2022年就是新一轮的赌牌竞逐 那我们的美国资金 澳洲资金 其他地方的资金又如何呢 这个呢 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 亦都受到中国和国际的形势的影响 所以说呢 国际形势是关澳门事的 不要说了 我们讲第二个 中国现在的经济 尽管已经复了工 但是因为全球 欧美有很多国家 地区现在依然是处于一个封闭状态 整体的经济是停敗了 中国复工都没用 因为订单大幅下降 所以说 所以未来那个 到底会不会形成新一波的冷战 甚至由冷战演变成为热战 这个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 大家都心中有数 澳门的经济 就是靠内地的旅客来撑住 如果内地的经济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 他们会影响到内地同胞 那个荷包的厚度的话 他们下不来澳门旅行呢 会不会下来博彩 会不会下来消费呢 这个也是对澳门一个很重大的影响因素 所以作为一个澳门人也好 不要想着一个小渔村 我们应该要关注一下国家的大事 应该要关注一下国际的大事 因为会直接影响到澳门未来的发展 讲白点就是会影响到你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前程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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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讲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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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